《出埃及记》第三章 那时摩西正在募放他岳父米殿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有一次他把羊群顶到旷野的尽头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和列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 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 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 耶和华见摩西要到那边去观看 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 摩西 摩西 摩西说 我在这里 耶和华说 不可过到这里来 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因为怕见神 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所发的呼声 我也听见了 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下来 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令他们脱离那地 到美好宽阔之地 到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洗人 西魏人 和耶布斯人的地方 现在 以色列人的呼声 已经达到我的面前 我也看见了埃及人 对他们所施的压迫 所以现在你来 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 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 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 我是谁 竟能到法老那里去 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回答 我必与你同在 你把人民 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 你们要在这身上 侍奉神 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 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必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回答摩西 我是自有 拥有者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 那自由者 派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 也是世世代代中 我被纪念的名字 你去召集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向我显现 说 我实在眷顾了你们 和检查了你们 在埃及所遭遇的 我也曾说 我要把你们 从埃及的痛苦中领出来 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去 就是到流奶 余蜜之地去 他们必听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 要到埃及王那里去 对他说 耶和华 希伯来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 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 到旷野去 好献祭给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也知道 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 埃及王 绝不会让你们走的 因此 我要伸手 用我在埃及 快要施行的一切异能 击打埃及 然后 他才会让你们离去 我必叫这名 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 因此 你们离去的时候 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每个妇女 要向他邻居的妇女 和寄居在他家中的妇女 索取银器 金器 和衣服 要给你们的儿女穿戴 这样 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掠夺了 这只核物探索